四兩包千金還是不願正面答覆 警察校長陳澤文 日前遭報和黑道出入招待所 第一時間還辯解 失去搜集白狼情資 慘遭警政署長黃明昭打臉 查無相關記錄 但面對立委質詢 還躲在署長背後 接受這些人的招待 這樣有沒有貪污 我想我們會依照規定 依照法 依照規定來 誰付的錢也不知道 站在黃明昭後面 隱成不時放空不時 盯著一幕 就是不敢看著質詢立委 警政署跟警大明明是平行單位 面對猛烈炮火 陳澤文完全不為自己辯護 從88會館謹記怡雲 到選前台南狂開88槍 懸而畏決 治安問題從上到下 連民進黨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現在黑道已經拚敗了 比我們還好賣了 比一張白座還好賣了 也有去人那裡拋地 這是要怎麼在那裡就好 集體的出入88招待所 這還能看嗎 這還像話嗎 一個月前我在這邊問 一個月後得到的答案 比一個月前更模糊 警政署長被盯到滿頭包 陳澤文在台下愜意玩手機 同樣身為警政單位 偵查隊長玩天酒牌要被拔關 警政委員出入招待所 卻沒懲處 調查至今無消無息 真相一天不出來 不但預算招卡關 恐怕繼續重挫警方形象 這裡楊杰柳濤 SNG小組台北三文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鐵刀